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王兴杰,目前就是与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数据智能数据部,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的主题是DorfinSchedule在联通数科数据智能事业部的一些时间案例。 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DorfinSchedule,是一个分布式去中心化亦扩展的可视化第一季工作流任务掉落平台,我认为Dorfin给用户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掉落平台选择,它的主要的两个服务,Master跟Worker,Master是负责任务的分发,Worker是负责任务的执行, 这两个主要的服务都采用的是分布式去中心化的架构设计,另外还采用了页面可拖展式的变拍方式,这种变拍方式对于用户来说更容易接受,更容易操作,而且技术要求也会更加低一点,从而推广性也会更好。 我们公司呢是在20年10月份的时候上线了第一个版本,到目前为止呢经历了10个多月的时间了,目前的话我们现在线上所运行的流程呢,运行的流程实例呢大概是3000加,这个PPT的时间其实可能会稍微前几天,我今天看了一下,目前的流程已经是4000多,大概4000多了,流程实例,功能流实例, 然后任务实例的话大概36000左右,沃合节点的话目前我们是有50个,50几个沃合节点,然后我们目前到目前为止的话,开发的主要就是基础的那个功能,包括一些权限控制啊,一些节点和调度策略,调度策略部分的真正性开发的任务啊, 还有一些是一些,集成在调度内部的,就调度内部的版本发布的工具啊,类似的这种等等。 在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那个会把一部分精力放在,除了技术功能以外的其他模块上,比如说对于生产运维方面的需求,对于版本,对于系统自身的监控和告警的功能啊, 还有对于线务功能的一部分优化啊,对接下来就这样,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呢,主要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我们当时对于就在没有开发之前对于调度系统的一些所期望能力,也就是我们的最开始的需求。 第二部分是我们在Dolphin Schedule上做了一些基础的开发,还有第三部分是统计模块,这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投入力度比较大的一个新开发的模块。 第三,第四部分呢是在过去和未来对于社区贡献的一些计划。 我们对于调度系统的一些基础的需求期望呢,首先是对于用户操作的部分, 因为核心调度系统的用户呢,不仅仅只有技术人员,还有一些生产运维啊,还有一些产品的同事。 所以大家的技术水平是那个不一的,就是参差不起的这种,而当时市场上比较常用的机款调度系统呢, 包括什么阿兹卡班啊,Airflow啊,Buzi啊,都是需要用户去维护一个编写一个脚本文件来定义流程。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维护一个页面的成本和维护一个脚本的成本来说,肯定页面来说会更小一点。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具备图形化数据流设计器的开源调度系统。 这也是我们考虑Dolphin Scheduler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Dolphin对于这种可视化的页面编排方式呢,其实是一个,就做的是一个,我们觉得是很契合我们使用场景的一个功能。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调度系统呢,调度相关的能力和任务执行的能力。 调度的能力,作业定义和调度策略呢,首先需要支持,并行,串行,依赖,触发,还有干涉这几种方式。 这个干涉呢,就是我们人工去干涉调度的运行的状态,比如说我们正在执行的那个工作流实力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将其停止啊,暂停啊,还有将已经停止的这个停止,或者失败的工作流恢复啊,或者是将重好这种人工操作的调度方式,也是我们需要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资源负载的情况,这个是我们当时很看重的一个功能,而Dolphin呢,就Dolphin Scheduler呢,给我们一个很,就很惊喜的一个功能。 Dolphin呢,它是从服务器层面,它是可以支持从服务器层面做到负载均衡,任务分发的负载均衡的。 我们以前的时候用的那个调度系统的话,它的负载均衡的话,几乎就是轮巡的方式。 就比如说,它就会出现这种场景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呃,这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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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ker节点呢,它不仅仅是作为我们调度的一个节点,一个任务执行的节点。 它还有具备其他的任务执行的场景,比如说这台接口机上的,这台那个,这台任务机上的,代理机上面的这个定时任务啊,还有一些小文件的合并,还有一些,一些基础数据的处理啊。 所以有可能这台,这台机器上面任务并不多,但是呢,它的负载却很高。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在往上面发,呃,在派发任务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呃,任务运行过慢。 那,甚至出现更,更严重的情况,比如说,就直接,呃,服气荡机了,这种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那再就是,我们会考虑任务执行的能力,包括目前,呃,就比较常见的大数据执行的节点,呃,类型啊,还有些基础的功能啊,比如说,任务分发啊,任务变化控制啊, 呃,优先级和约级调整状态啊,呃,优先级动态调整啊,这种功能。 节点类型的话,导臀支持的就已经很不错了,一些常见,一些常见的,比如说Spark啊,MR啊,Share啊,Hive啊,呃,Python啊, 包括一些数据,呃,买Circle,数据库啊,这种,呃,Circle的数据节点啊,都是支持的,还有一些,这个,呃,呃,存储过程也是支持的, 那其实我们用到的,我们公司的话,这种大数据提交作业的方式呢,就是利用Share脚本去提交, 不管是Python,呃,或者是Spark的扎包啊,都是去用,都是用那个Share脚本去启动的,呃,所以我们后续关于Share脚本的,Share节点的,Share节点的改装呢, 也,也,也会有一些场景的,呃,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调度的机制,这个调度机制的话,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时间触发, 另外一个就是时间触发,时间触发的话,呃,分为三种,比较我们比较常见的话,就是定时任务嘛,对吧,定时调度, 还有一个就是循环调度跟,跟那个间隔,循环触发跟间隔触发,呃,时间触发,呃,首先我们考虑的就是,呃,那个定时触发,对吧, 包括年,月,日,小时,分钟,甚至是秒的话,各种组合来进行定时任务的调度,另外一种的话就是, 循环触发,我们会有这种,这种场景,就是同一个流程的,同一个批次,需要, 启动多次,呃,但是启动参数不一样,比如说省分数据的加工,加工数据的,加工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监工任务的这些脚本都是一样的, 但是加工的数据类型,数据,呃,原始数据是不一样的,虽然,啊,但是我们也是可以把这些,呃,就加工的这些逻辑的都写在一个任务里面, 但是这样的话,各个省份的任务的话就会出现,可能会出现互相影响的情况,呃,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排查起来,呃,成本呢也会相对比较高, 后期恢复呢也会比较麻烦,呃,另外一个就是间隔触发,间隔触发的话,是应用在循环触发中的,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呃,短时间之内触发了大量的流程实力的话, 只流程实力的话,对于调度系统啊,或者是其他的系统啊,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压力,所以会有一个延时触发的逻辑, 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呃,事件触发,事件触发包括前置触发跟后置触发,前置触发是指满足条件之后进行流程的运行, 就比如说我们某些数据的具备呢,是我们呃,没有办法控制的,呃,因为这些数据呢,有可能不是我们公司加工的,可能是集团下发过来的, 或者是外部的呃,其他公司那个呃,的系统,我们采集过来的这种,呃,他们他们下发过来的, 我们至于这些数据的具备呢,无法控制只能预测,比如说我们呃,呃,那个双方规定好了,说呃,这个十点钟的时候数据到了, 但是由于外部的原因呢,就因为这种情况啊,其实就大多大数据嘛,数据延迟下发的这种情况也是呃, 时有发生的,就下发延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机制去检测数据的具备情况, 如果说数据数据具备了之后呢,我们再去触发后续的加工流程, 如果不具备的话,我们就不断的去检测,呃,这是前置触发, 后置触发呢,是跟前置触发相对应的,就是这部分数据的加工结果呢, 就是这个数据具备的情况呢,我们是能够监测到的,那监测到之后呢, 我们再去触发后续的子流程,啊,这个是后置触发,呃, 其实上述关于我们那个希望的调度系统具备的功能呢, 多分呢,有一部分就引原生具备了, 而且这些具备的功能呢,是完全满足我们的希望的, 比如说那个调度的策略和任务执行的能力啊, 还有一些底层的基础,呃,基础功能呢,呃,都是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但关于其他的一些功能呢,我们那些特有的场景的话, 我们也是进行了二次开发来满足我们的要求的,呃, 下面呢,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在满足我们要求的一些解决方案,呃, 首先就是,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事件出,事件出发中的前置出发, 我们做了一个数据检测的功能,作为一个节点, 这个loop节点,呃,会这个,呃, 呃,因为我们的数据啊,加工结果呢,会放在一个日制表中, 数据下滑的结果呢,也放过,也会放在这张表中,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循环的节点, 不断的去检查,就通过circle, 买circle或者是其他circle啊,去检查这个表, 然后查询一次回来之后呢,去判断一下这个结果, 是否满足我们的要求,如果满足的话, 那就执行后面的那个,呃,加工流程, 如果不满足的话,我们会,呃, 呃,等待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再,再进行下一次的查询, 这样一个loop节点,再的话就是,就是share阶段的改造, 呃,share阶段的话会,呃,因为我们的share阶段加工呢, 会有一些,呃,比如说数据不全,或者数据质量不符合要求, 或者,呃,或者其他原因,导致说,这个任务执行的结果, 就这个节点执行的结果是成功的, 但是这个结果,但是,那个,我们加工的结果呢, 并不是我们满足,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所以我们会再解析一下share阶段返回的结果, 看看是不是满足我们的要求,如果满足要求的话, 那就继续执行,如果不满足的话, 就呃,直接报错,停止运行, 然后通知用户,让用户过来,去判断是什么原因, 或者重复,再,再,再执行,啊, 就是因为Dofun也是支持失败从事, 对吧,或者是再有其他的逻辑的处理, 然后,呃,第二个的话, 就是关于变量的部分, 变量的部分的话,我们设计两个部分, 一个是流程变量,还有一个是全局变量, 呃,流程变量的话,呃, 就是指我们加工的结果呢, 可以向下游节点传递, 就第一季的上下游节点任务之间呢, 上游的加工结果可以传递给下游, 下游可以通过,呃, 下游可以获取到变量的值, 然后进行,呃,进行操作,呃, 呃,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循环触发中呢, 呃,就说的那个,呃, 紫流程接收的不同的参数呢, 也是通过这个功能来完成的, 那包括循环触发, 包括紫流程传递的这种都是支持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是作为触发的后置, 呃,作为那个时间触发的后置触发的解决方案, 呃,事件触发的后置触发的解决方案, 就是当我们深耳脚本加工解除之后呢, 啊,如果满足我们的要求, 比如成功了之后呢, 我们会生成一个全局变量, 并且,呃, 当下游进点所遇到全局变量具备之后呢, 会启动,呃, 就我们这个下游的流程, 呃, 其实可能会有, 就会有, 老师会有这种疑问啊, 就比如说, 哎,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紫流程来代替, 但是这个,呃, 我们会有正常, 就比如说, 你紫流程的话, 只能是一个主流程启动, 多个紫流程, 但是我们会, 这个, 而, 但是我们这个紫流程呢, 是依赖多个主流程的, 那这个主流程, 那这个紫流程呢, 就解决不了, 而这个, 而且这个, 这个多个主流程具备的, 具备的这个时间节点呢, 呃, 可能会, 而有很大的可能会, 不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 会, 他们之间相差可能会, 也有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个群聚变量的触发方案呢,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满足我们这个要求, 气候度也是比较高一点, 然后接下来的话, 是呃, 任务组, 这个是解决我们刚刚提到的, 并发控制和优先级控制的这个, 这个需求, 呃, 就是定义了使用了任务组的节点呢, 会收到任务组资源池和优先级, 呃, 优先级大小的这个制约, 如果说当前的这个任务组的节点数呢, 已经超过了任务组资源池的大小, 那接下来的任务实例呢, 就会接下来进入的任务实例呢, 就会等待资源池的释放, 就出去一个, 进了一个, 出去进了一个, 就类似对立的这种这种概念啊, 但是在等待的这种实例中呢, 如果是有特殊情况的话, 就比如说我后续等待这个, 呃, 呃, 这个呃, 任务实例呢比较多, 而有一个任务实例呢, 它的加工呢会更急一点, 用户呢也可以手动的去调整, 把这个源池调大, 然后他就会排在那个这个呃, 等待对立的前面, 也可以呢, 就是一个特别着急, 那我们也可以跨过作业组, 这任务组的控制, 直接就把这个那个任务呢, 抛给Worker去执行了, 呃, 以上呢, 就是我们关于基础功能的一部分的解决方案, 然后在我们满足了呃, 技术功能之后呢, 呃, 就目前我们已经满足满足了一部分的技术功能, 也高于高于段度了嘛, 我们就陆续的把精力呢, 放在了呃, 其他的功能上, 比如生产运维啊, 这种, 呃,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分析的模块, 这个主要是为用户提供一个可视化的多维度分析的结果, 呃, 然后后续呢, 也是为智能分析预警呢, 提供了一个数据的支持, 关于统计分析的功能呢, 目前呢, 我们是正在研发阶段,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都是测试数据, 所以效果上可能会有点差强人意, 呃, 呃, 就先先看看方案吧, 呃, 首先这个是首页, 这些刀分呢, 其实首页做的已经很好, 就他也是展示了昨日的一些, 呃, 统计的情况, 包括一些工作流的实力啊, 任务的实力啊, 呃, 一些分状态的统计结果呀, 但是呢, 刀分有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需要, 呃, 跨流程去搜索, 向跨流程去搜索工作流实力, 和工作流定义任务实力, 这种场景都会有的, 比如说昨天, 有三个是任务失败了, 那我有可能按照现在的逻辑的话, 我们可能就得, 呃, 把这个一个一个项目去查, 或者直接去查, 就通过开发去查数据库, 看看到底是哪个项目, 呃, 发生了那个工作流的失败, 如果说我没有赔高解的话, 对吧, 呃,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是可以通过这些, 这些那个, 呃, 这些框呢, 都是可以点击进去的, 然后跨项目去查询, 到底有哪些状态, 哪些工作流实力呢, 发生了这个, 呃, 问题啊, 就我们每天早上来的第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去检查昨日运行的情况, 尤其是昨天凌晨, 这晚上的时候运行的情况, 我们有可能, 一天24小时派一个专门的人去盯着, 呃, 这个任务执行的情况, 对吧, 嗯, 这个首页啊, 其实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些大部分的功能, 都是展示在首页的, 但是因为, 呃, 就是PPT篇幅的原因嘛, 所以我们分成不同的页码, 才给大家去去分析, 去分享啊,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是, 呃, 昨日数据的分析, 这个是按照项目维度, 展示每一个项目所运行的功能流, 和节点数量的总数, 呃, 这也是一个盖栏页, 然后接下来的话, 会有更详细的那个执行数据,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的项目呢, 会有会是不同的组, 有可能一个组有多个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还有可能是我们外部的, 比如说产品, 不是我们纪录部的同事, 比如说是产品的同事, 或者外部租户的同事, 然后这些, 这些项目里面每天运行了数据量, 大概是有多少的话, 他占一项的资源, 那个大概多少的话,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 呃, 比较一个概覽的一个统计, 然后接下来的话, 下面的这个图是时间分布干的图, 这个也是按照项目维度统计, 该项目昨日工作流运行的时间和数量的分布, 同样这也是该两页, 该两页只展示, 呃, 就只展示一部分的这个, 那个, 呃, 数据, 呃, 后面的话还有不同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更多的按钮, 就我们点进去的之后可以看到, 呃, 这个展示工作流, 工作流实力的运行时间, 然后还有节点运行时间, 还有各个项目, 各个工作流的运行时间都在后面, 都有不同的下转的功能, 然后这个, 这个图, 这个数据呢, 其实是就比较着急, 当时我们在测试环境白数的时候, 可能是埋的数据有点小问题, 所以这个图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啊, 呃, 这个分析的项目内, 这个分析项目内的工作流, 执行的时间和数量, 图这个作用主要是这个时间段和数量,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上线一个新的流程, 而这个流程的任务呢, 对于时间的要求并不是特别的高, 就比如说我几点之间都行, 也比如说几点之间, 比如我凌晨一点之间也可以, 然后我凌晨三点之间也可以, 就比如说我在一段范围之内, 从凌晨一点到十点之间, 我任何一个时间段之间都可以的话, 那我就要看一点到十点范围之内, 哪一个时间段, 它流程的那个调度系统呢, 执行的工作流和任务呢, 实际上呢会少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 在调度系统上通过这个图呢, 推断出来一个合理的这个调度时间呢, 给这个我们向上线的这个今天的调度流程, 然后下面这个图呢, 是工作流节点的状态统计, 这是一个就简单的统计页面, 按照项目和状态两个维度, 统计工作流和节点的定义的数量, 包括了上下线还有一个交维的状态, 就我们后续也开发了一个交维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因为有一部分流程是各个组的同事, 然后就各个功能线上面的各个那个业务线上面的同事, 他们去画的这个流程, 然后他们去检测之后发现就是没有问题了之后呢, 他们会想到交维, 然后由管理员统一管理这一部分流程, 然后我们也是需要统计这个交维, 我们每天这个项目有多少交维, 有多少未交维的这个数据量的,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工作流运行时长统计, 这个是同一个工作流定义在不同的, 不同批次的工作流实力的, 不同批次的时间运行的工作流实力的运行时长, 时长的统计, 就通过这个图呢, 用户可以看到这一批次的工作流运行时长的变化, 就比如说, 我这是一个日加工的一个流程, 然后再从1号到10号, 每一天运行的时间, 运行的时间, 如果是一个平滑的话,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的话, 那就这么每天都很健康, 对吧, 如果说某一天变得特别大的话, 或者说, 这个时间越来越长, 这是一个区域面化的话, 越来越, 是一个平滑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直线的话, 那就可能会出现, 可能会有问题, 比如是不是资源占用的太多了, 数据量是越来越大, 你就要去给一个, 给用户一个高顶信息, 他可以去分析一下, 是否会发生潜在问题, 当然有可能是我们越来越好, 然后数据量越来越大, 对吧,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也有可能是,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带油画的东西, 例如数据越来越多, 没有及时的清理, 表空间占用的这种情况, 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还有就是, 比如说我们去看昨日的这个情况, 他运行时间超过了历史的, 超过历史情况, 很夸张, 虽然任务执行的结果是成功了, 但是这个运行时长的夸张的情况, 也是有可能会再来前提的问题的, 那我们在今天运行, 今天这个任务执行之前, 我们就可以去判断, 他今天这个数据是否会出现什么别的问题, 比如说也是有资源, 或者是集权啊, 种种问题啊, 然后我们进行提前, 就事前的进行风险的规避, 再接下来就是节点运行的时间统计, 这个是跟刚刚那个就比较类似的, 跟刚刚那个工作流实力的运行时间统计的比较类似, 这是一个任务实力, 在不同的工作流实力中的运行统计情况, 但是其实这个图呢, 我们只展示了一个节点的图, 但这个图呢不仅仅只展示一个任务实力图, 它是展示这个工作流里面所有任务实力的对比情况,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出, 具体是哪一个任务出现了那个, 导致了这个工作流那个实力造成了这个过长的这个原因,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告知维护人员去分析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 另外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关于master跟worker实力实时运行的一个统计图, 比如说master就那个比如今天今天上午十点, 他今天上午十点master上面有多少个工作流实力在运行, 就按ip按照不同的ip不同的master服务去统计, 那个这台这台服务上面有多少的工作流实力的数量, 然后这个的话这个数据的话我们是记录在时序数据库InflexBB中的, 然后我们也是集成了Greyfana在手机上展示这个图表, 但这个这个图表呢目前是正在属于连条的过程中, 所以说这图呢就暂时没有贴出来, 这对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的采集, 就我们当时在采集这个数据的过程中也是考虑了一个问题, 就是鱼和熊羊的关系嘛, 我们既然又想做到又想做统计分析, 然后又不想去过度的影响现有任务的运行运行的情况, 就哪怕说我是定时去查数据库的话, 那数据量每天都很大的话, 每天都很大, 而且这个这个频率也会很高, 如果说我半小时一查一次, 那可能意义并不是很大, 所以几乎这个频率就非常快, 我就可能每按秒级去访问我们盗分的就是调度的数据库, 但是这个对数据库的压力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后来我们想了一个折动的方式, 就是采用StateCD去打点, 就每当我们的Master跟Worker限程池就主任务的限程池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用StateCD发一个UDP的通知给服务器, 然后服务器统计在数据的服务器会再把这个数据记录在InflexDB中, 然后这样做到了尽可能会影响到, 其实UDP可能会存在丢包的情况嘛, 但是因为我们数据变化量比较大, 所以而且UDP虽然会存在丢包, 但它也是稳定的这个统计协议, 所以我们现在线上的话数据在统计, 虽然说图表没有展示, 但是数据已经在不断的统计过程, 就已经在留存的过程中了, 这个目前看起来的话还是比较稳定的, 再就统计分析这一块的话, 有一部分是给用户展示使用的, 用户来观测每天的数据运行的情况, 还有一部分就是做数据留存, 为了以后的智能预警来使用的, 智能预警的话就是监控每一个任务, 根据历史的预警的情况来判断, 当前运行的这个任务是否, 就是当前运行的这个任务市场是否健康的, 比如说历史上运行的时光, 历史的时光都是棒有时, 那你这个突然之间就变大了, 然后那我们就会去, 这肯定会存在问题嘛, 然后我们就会通知用户, 有可能这个时间还没有达到用户去设置的这个, 那个超时时间呢,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会通知用户, 告诉你这个流程可能会存在问题, 然后让用户来去观测一下, 这样的话也会也会也可能会就是提前, 也是告知用户提前可能会发生的风险, 然后尽可能的降低我们以后降低那个调度系统任务运行的风险,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关于社区贡献的一个, 一个计划, 首先是流程变量, 流程变量的话目前已经贡献到社区了, 已经在第一位上了, 计划是在2.0的时候我们会正式发版, 然后再就是关于Switch节点, Switch节点的话是根据, 可以根据不同的, 就根据变量的值, 然后在那个运行不同的分支, 就相当于我们Java的那个if, else if, else if, 这种类似的这种, 或者是case 1, case 1这种这种方式, 然后Switch这个节点的后台功能已经开完啦, 然后因为我们就觉得前段资源比较紧张, 所以就也是前段连条呢, 会稍微耽搁了一下, 但是近期呢也会把这个功能提交上去, 再就是工作流实力节点, 工作流实力任意节点启动这个功能, 这个也是用户在, 这个是用户在工作流实力的页面呢, 可以启动任意节点, 然后这个功能前段时间我们已经提交了, 但是因为全球变量的改造的话, 这有一部分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还需要在后续后面再修改一下, 第四个呢要提到的内容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了任务组这个功能, 这个方案呢, 因为我们的方案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于社区, 所以我们方案会在进行一部分修改和优化, 等这个方案确定了之后呢, 我们会在社区和各位老师再进行沟通一次, 以上呢, 并是我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要是有问题的话,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建议的话, 可以随时跟我联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时间, 谢谢。 。